大家好,欢迎来到甜小蜜的美食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柠檬宁乳酱的做法 这是一款非常百搭的果酱 可以用来制作面包的夹心 也可以用来搭配pancake或者french toast 我喜欢柠檬宁乳酱的颜色 是非常漂亮的,像太阳式的金黄色 把它放在蛋糕的顶端 就可以调出酸酸甜甜的柠檬口味蛋糕 如果你喜欢酸甜的味道,try it 非常好吃的果酱 制作这款果酱一定要使用新鲜的柠檬 不要使用市售现成的柠檬汁 首先刮一些柠檬皮屑 那柠檬皮屑只刮这个柠檬最外层黄色的部分 不要刮到柠檬皮白色的部分,会苦 不用太多,大约是一小勺的量就可以了 那我是使用了三个柠檬 大概每个有刮出50%的外皮 再挤出柠檬汁 在锅里加入两颗鸡蛋黄 再加入两颗整蛋 每个鸡蛋大约是60克的重量 你也可以用一个鸡蛋代替两个蛋黄 使用全蛋制作的柠檬宁乳酱 会比使用蛋黄制作的要浓稠一些 撒入一点盐 然后加入刚才准备好的新鲜柠檬汁 三分之一杯 再加入二分之一杯白砂糖 搅拌均匀就可以放在火上加热了 全程需要使用中小火 因为鸡蛋在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凝结 所以要不停地搅拌这个柠檬糊 防止你得到一锅蛋黄汤 在加热的过程中 可以把锅从火上移开搅动 这样可以让柠檬糊的受热更均匀 加热到70度左右 柠檬糊就会明显地变得粘稠 把它从火上移开 再加入60克的无烟黄油 趁热 搅匀让黄油融化 选一个可以密分的容器 把柠檬凝乳酱 过筛 倒入容器里 那过筛的这一步一定不可以省略 因为鸡蛋在加热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凝结的小块 会影响口感 最后加入刚才准备好的新鲜柠檬皮屑 柠檬皮屑有着柠檬汁不可替代的香气 它的柠檬味道其实比柠檬汁还要浓很多 刚做好的柠檬凝乳酱 是现在这样很稀的状态 非常漂亮的像太阳似的金黄色 需要尽快地把它密分 以防干燥 放入冰箱冷藏 柠檬凝乳酱的保质期大约是10天左右 放凉之后的柠檬凝乳酱会比热的时候要更浓稠一些 看一下 大概是现在这个状态 这个浓度的柠檬凝乳酱 直接做蛋糕的装饰就很好看 比如它可以伪装成一个蛋黄 把柠檬凝乳酱加入打发的鲜奶油 就可以调出非常好吃的柠檬味奶油 做蛋糕的夹心 那蛋糕的表层可以直接用这个柠檬凝乳酱来做装饰 有了这个好吃的柠檬凝乳酱 做出一份清爽酸甜的柠檬蛋糕 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今天的柠檬凝乳酱做法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蜜茜甜小蜜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订阅 或者留言 给我一些支持鼓励哦 请不吝点赞